弯曲声明月 Fans心痛颜明熙曾比特要假唱 自己都笑一针没有经验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 举办的弯曲声明月音乐晚会 6月29日于亚伯举行 除了一众天王巨星 新生代歌手代表曾比特和颜明熙亦有登场 两位被封实力派唱将 竟被发现咪举假唱 凭声声不息在内的人气 急声的严明熙和曾比特 在弯曲声明月音乐晚会中再次合唱 但唱到初恋时 曾比特拿起咪高峰口在动 但背景播出的是严明熙歌声 过了两秒严明熙才拿起咪对举 二人不经对视笑场 节目播出粉丝为二人抱不平 为什么要安排曾比特和颜明熙假唱 问号 真的不理解 明明两位都是实力派 这两的实力被安排假唱 是他们自己都会笑场的程度 看得出是真的没有假唱经验了 感谢您收看Mao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生命是真的好 啊 疯苦如何 完了 后退 活次 515区 消息 感谢观看